台铁在每年春节期间都是一票难求引发民怨 而今年台铁特别找来律师当场见证订票的过程 强调一切都是公平公开 不过还是有旅客连电话都打不进去 抱怨连连 一大早赶快到台北车站窗口买票 住在花莲的这位小姐 从一月底就订不到过年回家的车票 好不容易等到加班车开放定位 是了又是还是订不到 来到车站窗口终于买到票 可以安心回家过年了 不过想要抱怨的不止他一个 从正班车到加班车每次开放定位 电话网路总是塞塞塞 台铁解释那是因为瞬间流量实在太大 过了尖峰时间就没问题 这回他们还找来律师见证订票过程 主要是外界就反映说好像台铁的车票 一票篮球 至于会有黑箱作业 那事实上经过公正律师的见证 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网试试看 确实过了尖峰时间订票网页已经很流畅 12号及18号往返台北及花莲的加班车也还有位置 订不到票的民众生气的同时 或许可以再试试 记者林整午郭峻林台北报道